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在传出美方将要正式提出引渡华为副董事长 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消息之后 中共马上有了反应 今天 1月22日 中共的外交部表示 敦促加拿大立即放人 强烈敦促美方撤销对孟晚舟的逮捕令 不向家方提出正式引渡要求 华为表示希望美家给孟晚舟自由 美国要提正式引渡申请的消息是昨天晚上传出的 加拿大《环球邮报》引述驻美大使麦克纳顿的消息说 美国已经通知了加拿大政府 指控孟晚舟涉嫌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禁令 麦克纳顿没有说美国提出引渡申请的这个具体事件 但是我们知道早前加拿大方面曾经明确表示 提出引渡申请的截止日期是1月30号 这就是说 接下来的一周当中 美国可能将要正式的提出对孟晚舟的引渡申请 同样是昨天 来自19个国家的中国专家 以及美英加澳德瑞默这些国家的驻华大使和外交官 联名致函给习近平 这140多名前任和现任的政客学者以及外交官 呼吁中方释放两位加拿大公民 信中提到 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弗遭逮捕 让那些在中国从事政策和研究工作的人士深感忧虑 这让外界意识到 这种建设性的工作 在中国是不受欢迎的 甚至是危险的 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马大为表示 这封信表明了国际社会对加拿大公民的支持 马大为指出 这不仅仅是家中的争议 许多认真的人 包括许多在中国工作了多年的人 都担心中国可能会更封闭 甚至惩罚那些想要认识并且协助他人理解中国的人 联名人之一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学者 维登菲尔德对法新社表示 这封信就是要告诉北京 他这种任意处理事情的手法 会令其他国家梳理中国 外界不知道中共是不是按照规则行事 没有人可以确定自己或同事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就在这个联署名单上 其中包括两名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家辉和洛德 还有英国的前外交大臣李福金德 英国前驻华大使韩奎发 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埃文斯 还有前香港总督彭定康等等 在此之前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外交部长方卉兰先后与盟国的政府首脑部长和外交官们举行了19次高级电话会谈 其中特鲁多与美国总统川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德国总理默克尔 还有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等都进行了通话 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 美国 欧盟 法国 德国 澳大利亚 英国 荷兰 拉脱维亚 立陶宛 还有爱沙尼亚以及西班牙等等发表了11份公开声明 都是支持加拿大 众所周知 去年的12月1号 应美国的引渡要求加拿大逮捕了孟晚舟 之后不久孟晚舟是获得了保释 现在在家里等待着美国的引渡聆讯 可是中共对加拿大逮捕孟晚舟是相当愤怒 多次发出威胁 大家知道中共的外交部副部长岳玉成就直接放话 如果加拿大不放人将面临着严重后果 《环球时报》也扬言 中共将进一步的报复 让加拿大做好准备 随后我们就看到中共连续逮捕了多名加拿大公民 其中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 就逮捕了康明凯和斯帕夫 并且还把一名加拿大人从15年的原判改判成死刑 五年前到加拿大攻读硕士的黄仲俊 对北京的这个做法是相当不解 他对《纽约时报》表示 搞不清楚中共政府想干嘛 是解决问题还是制造问题 他说司法体系的建立就是为了避免人为的动摇 但凡他们了解西方的司法体系 就不会用宣判死刑的方式来威胁加拿大妥协 约翰尼王则指出 现在的中共政府已经成了海外华人的负资产了 这位毕业于中国东南大学 2009年来到加拿大的华裔移民表示 以前相当多的海外华人相信 背后有强大的祖国才能抬头做人 但是现在已经不这么看了 中共的做法让海外的华人抬不起头来 这位曾经学过无线电通讯的约翰尼王认为 美国对华为动手是合理的 因为华为和中兴给西方世界带来了安全威胁 这是美国必须考虑的 他说在中共现有的这个政经体制下 华为和中兴可以随时转化为中共政府的工具 目前支持华为和中共的基本上就是战狼 就在披露了美国将正式提出引渡申请前的早些时候 加拿大前情报机构主管法登撰文表示 加拿大应当禁止华为的5G网络设备 这位加拿大2009到2013年期间的 安全情报局主管表示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使用华为的安全风险太大 他说加拿大政府应该无视中共的威胁 保护加拿大人的安全 他警告说中共用处死加拿大人来保护华为 一旦中共的政权可以毫无阻拦的进入到 加拿大至关重要的那些通讯网络 还会做什么呢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 中共如此的猖狂和迫不及待 恰好说明了美国打到了中共的痛处 中共想通过华为发展5G 占领高科技的制高点 那打掉了华为的未来接班人 就等于是掐断了他的发展 胡平指出 中共对华为关怀备至 并不是真心为了孟晚舟 而是他不希望华为的这个间谍行为 暴露在世人面前 因为华为是中共的党产 攸关着党国的利益 我都感谢你关注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